糖尿病饮食怎么吃?7种抗糖尿病明星食物大公开 糖尿病其实是一种生活习惯病,离患者饮食通常都吃太甜太油,又不爱运动,你也是吗? 现代人吃得太精致,摄取过多营养,却没有相对的消耗,这样下去,糖尿病很快就会找上你。但糖尿病是可以提前发现,控制的 糖尿病会有哪些症状? 美国糖尿病学会,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资料列出了糖尿病的典型症状 排尿次数增加 感觉口渴 感觉口渴 感觉肌饿,甚至可能发生在进食期间。 感觉饥饿,甚至可能发生在进食期间。 极度疲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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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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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即使增加食量,体重仍减轻,第一型糖尿病 手脚刺痛,疼痛或感觉麻木,第二型糖尿病 血糖多少算高?抗糖尿病先看懂血糖标准值 在台湾,常规的健康检查都会有空腹血糖这一项,主要是检测身体在平常状态下的血糖值 但林口掌羹医院新陈拜谢科主治医师林嘉宏在《我的人生不被糖尿病控制》一书中指出,空腹血糖只可以筛减出一部分的糖尿病患者 另外还有糖化血色素与泛后血糖量数值可以帮助判断是否罹患糖尿病 糖化血色素 糖化血色素可透过抽血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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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化血色素的数值可以反映身体最近三个月左右的血糖情况 原理,当血液中的葡萄糖进入红血球和血红素结合后,就会形成糖化血色素 因为葡萄糖黏住在血色素上不易脱落,加上红血球的平均寿命约为120天 饭后血糖 只从食物进入口中的那一刻开始后两小时的血糖数值 只从食物进入口中的那一刻开始后两小时的血糖数值 这时的血糖数值可以看出身体对糖分的代谢能力 最标准的检测方法是接受755公克葡萄糖耐受测试 OGTT 至少空腹8小时,喝下标准75公克的糖水后,等待两小时后再抽血 糖尿病高危险群 肥胖 高血压 高血汁 高血汁 有糖尿病家族病史 有多男性卵巢或曾有妊娠糖尿病的女性 肥胖 建议糖尿病高危险群,年过40岁之后,每年除了要验空腹血糖外,也要加验糖化血色素及泛后血糖值,以免错失了血糖控制的黄金期 糖尿病的原因与种类 糖尿病的原因与种类 糖尿病患群,简介了不同类型糖尿病的原因。 第一型糖尿病 第一型糖尿病 是由于肥胖中制造胰岛素的beta细胞所致。科学家认为,第一型糖尿病是由于基因或者病毒等环境因素所引起。 第二型糖尿病。 糖尿病 胰岛素阻抗,人体肌肉、肝脏或脂肪细胞无法正常利用胰岛素,导致血液中的葡萄糖较难进入细胞。 一开始胰岛会制造更多的胰岛素以降低血糖,但当胰脏无法制造足够的胰岛素时,血糖就会飙高。第二型糖尿病通常使于胰岛素阻抗。 肥胖,运动不足,肥胖,过重或运动不足的人,都有较高的糖尿病风险。过重有时也会导致胰岛素阻抗。 此外,腹部脂肪也与胰岛素阻抗,第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有关。 基因与家族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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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因与家族病史所导致。 由胎盘产生的荷尔蒙,可能因为胰脏无法制造足够胰岛素,在怀孕晚期时引起妊娠糖尿病。 体重过重,怀孕期间体重增加过多,家族糖尿病史都可能增加妊娠糖尿病几率。 其他与糖尿病相关原因。 其他与糖尿病相关原因。 使得胰脏制造胰岛素能力不足,最常见的类型为新生儿糖尿病,出生六个月内,年轻成年型糖尿病。 。 胰脏囊性纤维化,过于浓稠的碾液是胰脏结痂,因而无法制造足够的胰岛素。 。 血铁沉积症,人体内储存过多的铁,堆积在胰脏等器官内导致受损。 。 酷腥是症候群,身体产生过多压力和耳蒙皮质纯索质。 。 。 脂端肥大症,人体分泌过多生长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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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机能抗禁症,甲状腺产生过多的甲状腺和耳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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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状腺炎,甲状腺癌等疾病,导致β细胞受损,制造胰岛素的能力降低,引起糖尿病。 部分药物也可能使β细胞受损,或是影响胰岛素的运作,导致糖尿病 7个能帮忙控制血糖的食物,轻松预防糖尿病 1. 姜果,种类很多,但营养价值相似,无论是副盆子,蓝莓,草莓和蔓越莓都含有丰富抗氧化剂,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可以直接吃 也可加入原味油烙乳当点心吃 2. 糙米,富含纤维质,在饭后有饱足感,又不会大幅提升血糖的含量 2. 糙米本身含个等多种矿物质,能促进脂质和糖的代谢,如果体内缺乏个,会使胰岛素的功能降低,容易引起糖尿病和高血脂症 2. 因此糖尿病患者更应该预防各的流失,建议可多吃,如海藻类,糙米 3. 每周吃两份以上的糙米,可以有效降低罹患糖尿病的风险 3. 山料,含有洋梅素,是帮助身体调节血糖的植化素 3. 山料含有胰岛素分泌不可少的鎂核心等成分,以及维生素B1、B2,可促进血液中葡萄糖的代谢 3. 其中年华成分由黏蛋白形成 4. 它会包覆肠道内的食物,使糖分缓慢吸收,抑制饭后血糖急增,同时避免胰岛素分泌过剩 4. 不过要注意山料是淀粉类,吃多了就不要再承受 吃饭了 4. 洋葱,含有有机硫化和武称锡饼肌二硫米,实体内胰岛素增加,帮助血糖利用,洋葱和糙米一样含个,使胰岛素发挥作用 4. 另外,硫化和物也能防止血液中的血小板凝固,使血液流动通畅,还有消除自由基的功效,但不宜过量,每天吃50克,四分之一个,即可 5. 苹果,和山料一样富含洋梅素,氯原酸,阿胃酸等,都是调整血糖的植化素,苹果的果胶能够延后饭后血糖的上升,因此高血糖的人或糖尿病患,可以在饭后吃一些苹果,延缓饭后血糖波动 6. 苦瓜,含有苦瓜甘能刺激分泌胰岛素,苦瓜有一种特殊多胜泰类,构造类似胰岛素,有降低血糖的功能 7. 苦瓜中的粗纤维,果胶不仅可以解决便秘,刺激肠道蠕动,还能帮助控制血糖 7. 地瓜叶,抗三高盛品 7. 富含阳梅素,可让血管中多余血糖跑到细胞中用掉,而不会滞留血管,是抗血糖好菜 8. 而且热量低,具饱足感,可减少热量摄取和降低胆固醇,有助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 8. 它还含有丰富类黄酮素,每天吃300克,就能满足一人一天维生素A、C、E及铁的需求